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尊敬的護法居士大德 每年的九月份 也就是水陸法會前的一個月 我們都會召開義工大會 這二十年來 陳盟這些舊有的老幹部 還有新生一代剛進來的 發大心的義工 鼎立的支持 使得我們水陸法會 進行的特別順利 每一族都負起他的責任 每一族都盡了他的本分式 所以講堂的法會運作 一直是很有組織 也非常有系統 這些都是歸功於 各位領導 各位慈悲的義工 如此的鼎立支持 本來我今天是不開示的 不開示的 因為一直在敬仰當中 那麼為什麼要開示呢 因為啊 太久了 沒有出來 人家也不曉得師父長什麼樣子 大陸常常會 在各個地方的謠傳 說灰力法是已經往生啦 火化啦 是車禍啦 重傷啦 反正 通通會有存在這些謠言 那我想一想 還是出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見見面 讓大家了解 哦 師父還健在 還蠻健康的 傳達一下 現在的信息 就是這個用意 那麼我們作為一個父弟子 無論出家在家 心都向著佛 向著法 向著身 有了佛法身的依歸 使人生活得更有目的跟意義 所以因此大家都知道 師父是一個弘法的法師 每一種法師都有他可貴之處 像我們來做這個大宴口 我就五六個鐘頭 是不是 這就是法師啊 五六個鐘頭 這個我比較沒有辦法 看那個受幽冥界 就整個晚上 哇 人山人海 受幽冥界 那師父呢 那師父呢 就比較適合打游擊戰 突然來講兩個鐘頭 跟大家互相勉勵一下 這個在師父的體力範圍內 即可的 也不影響師父的健康跟修養 同時也讓大家能夠在法上受益的 所以今天呢 師父要來講 那麼今天的這個課程呢 特別的重要 特別的重要 也許啊 我們呢講這個最上聖 禪啊 佛的心呢 根氣比較 出擊的 或者是漏裂的 可能不受益 叫他念念佛啊 吃吃素啊 放放生啊 這個還比較受益 如果我們講這個 嫩言大法呢 也太堅塞了 也不見得上中下的根氣都受益 今天呢 我們講的這個啊 題目啊 叫做佛陀的格言 格啊 就是格物啊 智之啊 那個格 這個格 這個格言呢 就是我們所講的座右銘啊 座右銘 所以今天呢 我們所講的這個內容啊 就變成上 中下 的根氣都受益 因為它 是一般語言跟文字 啊 等一下師父講的時候 就直接翻譯 跟註解 所以佛陀的格言 它每一句 都是佛說的 沒有一句 是什麼菩薩啊 祖師啊 大德講的 底下講的 二十九個小段 一百九十二句 每一句話 都是佛所說 如果你能夠 就要做一下筆記 哪一句 你 今天 坐在這兒 兩個鐘頭 也許多一點 哪一句 覺得 很受益 人生 就不需此行 這一句話 來當作作祖佑明 一輩子 都是這樣子 來信奉佛陀的真言 一輩子受益 佛陀的格言 分二十九小段 一百九十二句 這本書 佛利印經會印的這本書 我是二十年 二十年前看到的這本書 覺得他後面所收集的這些佛陀的格言 一句一句 都很受用 我一直想找機會 來把這一段 把它好好的發揮 也不要太冗長 我們用簡潔 有力 讓大家聽得懂 受用的 每一句 都很振奮人心 因為是佛說所說的 所以每一句 通通叫做重要 通通叫做重要 今天所講的這個內容 就是 有關於道德的提升 使我們出家跟在家的人格 身格高尚 也就是作為一個佛弟子 要有高尚的人格 要有道德 要規範自己的能力 念念能夠提升自己 佛陀的格言 第一小段 叫做寧靜 安寧的寧 安寧的寧 靜悄悄的靜 一寧靜 第一句 寧靜來自內心 無向外尋求 意思是說 你想要得到幸福快樂的日子 或者是人生 首先要懂得 有一顆寧靜的心 世間能在 在撒那生命的緣起無常法裡面 起心動念 把感官的刺激 誤認為是一種享受 佛陀說那是錯覺 因為凡所有想皆是虛妄 我們把感官的刺激 當作是一種享受 是錯誤的 是錯覺的 感官是虛偽的正能 我們把錯覺 當作是我們的正覺 佛陀說 寧靜來自內心 千萬不要向外去追求 任何緣起法的東西都是希望的 沒有一件事情是實在的東西 越追求苦惱就越多 第二句 放下過去的煩惱 也不擔憂未來 不執著現在 你的內心就會平靜 換另外一個角度說 內心不平靜 是為什麼 就是放不下過去的煩惱 一直擔心未來 一直執著於現在 卻不知道那是撒那生命的緣起 無自性的假象 是因此 全世界的眾生 只要他沒些佛 就很難得到內心的平靜 所以啊 佛法一句話 抵得過千金萬兩 第三句 內心不嫉妒他人 也不貪婪任何的事物 沒有私欲 自私的欲望的欲 在所有情況下 內心都持有那份寧靜 這就叫做高尚 什麼樣的人叫做高尚呢 是不是做一點善事叫做高尚呢 不 不是 是不是少許的幫忙別人叫做高尚呢 不 不是 那怎麼樣的人叫做高尚呢 再講一遍 這是第三句 內心不嫉妒他人 也絕不貪婪任何的事物 沒有任何自私的欲望 在任何的時況所有的狀況之下 內心都保持有那份寧靜 這就是高尚的人格 這真正的一個偉大的人 第四句 不要把所得的估計過高 也不要嫉妒別人 也千萬不要去羡慕別人 如果你嫉妒了別人 你一直羡慕別人 不知道自己心就是否 你就得不到寧靜的心靈 再念一遍 第四句 不要把所得的估計過高 也不要嫉妒別人 也不要去羡慕別人 如果嫉妒別人 羡慕別人 你就會得不到寧靜的心靈 第五句 當一個人品嘗到孤獨 天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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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一個樹心旁 右邊一個舌頭的舌 天靜 再講一遍 當一個人品嘗到孤獨 天靜的美味時 便不會產生恐懼的心理 和犯罪的行為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你能夠在單獨一個人 仍然不覺得孤獨 同時這種孤獨充滿的智慧 內心以佛同在 同時真正品嘗到 天靜的這個美味 你的內心裡面 擁有佛陀的智慧 你就不會產生恐懼 的心理 也不會是做見犯科 其犯罪有犯罪的行為 像我們年輕人 就是內心空虛 少男少女就拼了老命去追求 像今天報紙等等 年輕人去當古貨宅 電影看的太多了 殺人 犯佛 犯毒 偷窃車子 電影總是把古貨宅 或者這些黑道的大哥 演的好像 英雄 這就讓這些年輕的這一代 產生了錯誤的示範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能夠有真正佛的心 就算自己一個人 也不會覺得孤獨 當我們有寧靜的內心 嘗試到這種法的喜悅的時候 我們內心就不會有恐懼 恐懼是怎麼來的 就是患得患失來的 你擁有的東西 你很恐怕去失去 就會產生恐懼感 強烈的佔有欲 就會有恐懼失去 所以沒有得失 恐懼感慢慢地 就會消失 第二小段 叫做思慾 自私的思慾 欲望的欲 第六句 痛苦的根源是思慾 意思是說 你自私的欲望太強烈 那就注定一輩子的痛苦 是沒有辦法拔除的 什麼都只有為自己想 自私自利 不肯犧牲跟奉獻 那麼這一輩子 你想要遠離這個痛苦 是不可能的 無論你祈求快樂 或者是報復 或者是祈求 長受的欲望 都會導致痛苦 再念一遍 無論你祈 祈就是企業銀行 大企業那個氣 無論你祈求快樂 你想要擁有快樂 我期望快樂 但是不知道放下那一念 就是快樂 因此拼了老闆 要追求快樂 可是快樂消失的時候 又有失落感 不曉得那撒那生命法 沒有真實性的快樂 所以無論你祈求快樂 會導致你痛苦 是指世間 假象的快樂 不是法真理的快樂 或者說別人 或者說別人對不起你 你很想去報復 這樣也會導致你痛苦 或者是每天都祈禱你 長受 你有這樣強烈的欲望 希求 不知道我們這個色身 是業力所感召而來的 萬法遂言的過日子 你祈求欲望 什麼欲望呢 長受的欲望 都會導致痛苦 你想要有長受 就會吃這個補品 吃那個藥 吃這個吃那個 最近 有一個婦人三十八歲 三十八歲 剛好生了第二胎 生產第二胎 那麼 中國人的傳統 他就是這樣子 要做葉子 做葉子 因為他沒有那個健康的觀念 他就開始 就是吃這個食物湯 然後這個燒酒雞 就拼命地補 拼命地補 一直補 因為他認為 生產過後 一個月就是要做葉子 要好好的補 結果兩個禮拜 才兩個禮拜 中風 中風 補過頭了 補過頭了 這個就是 當我們一直去 這個健康啊 沒有這種健康的知識 結果補過頭了 中風 因此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吃補的 第七句 欲望會導致你痛苦 其主要原因乃是欲望永遠無法完全滿足 當一個人 當一個人對自己的遭遇 知足 滿足 這個人的痛苦 就會立刻停止 也就是對自己的現況 非常的滿足 我有一碗飯吃 有個健康的身體 我有佛可以學 我很知足 所有的痛苦 立刻就會消失 第七句再念一遍 欲望會導致痛苦 其主要原因乃是欲望永遠無法完全滿足 第八句 佛陀說 從愛欲產生憂寵 愛 就是愛念的愛 欲望的欲 從愛欲會產生憂寵 從愛欲也會產生恐懼 無論你貪金錢 名利 男女 這個愛欲不放下 憂愁跟恐懼是沒辦法斷除的 佛陀說 拔除愛欲的人 就會沒有憂愁 也沒有什麼恐懼可言 因為他從不奢望 任何的愛欲 第八句 整句再念一遍 從愛欲產生憂寵 從愛欲產生恐懼 拔除愛欲的人 既沒有憂寵 也沒有什麼恐懼可言 第三小段 束縛 捆綁的意思 佛陀說 束縛是指內心不自在 不是指這個射身 哪一種情形會產生嚴重的束縛我們 每一個人 都想過自由自在的日子 如果你沒有寫佛 縱然放你出去外面 沒有關在牢籠裡面 你一樣是束縛的人 為什麼 你一樣被關在煩惱的牢籠裡面 一切眾生不明瞭真理 沒有自由份的 看什麼貪什麼 看什麼稱恨什麼 看什麼嫉妒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 自由自在的過過一天的日子 所以第三小段叫做束縛 第九句 凡是固執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執著某一種見解 而去輕視其他事物的 卑鄙的 智者稱他為束縛 師父直接翻譯 凡是固執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修行人 你修哪一種宗派 執著自己的見解 是最高超的 其他人都不如你 其他的宗派都不如你 其他的道場都不如你 其他的法師都不如你 有這樣子的固執 世間人固執某一種事物 而修行人固執某一種見解 輕視別人 的事物是卑鄙的 輕視別人的見諦 是醜陋 是卑鄙的 只有自己是最了不起的 有智慧的人稱他為束縛 這就叫做束縛 所以束縛來自一顆不平等的心 不了解法法本空 法法平等 這就會造成束縛 所以真正修行人 當我們有高超的見解 高超的佛的智慧 高超就是沒有高下 這個叫做高超 世間人之所以成為凡夫 是因為他有高跟下 所以金剛經講 世法平等 無有高下 是這個意思 世法平等無有高下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本性是沒有任何高跟低 高跟低是旺是直 是分別是顛倒 所謂的高跟低 都是你自己分析後 意識心所產生的分裂的狀態 能守不斷 不曉得諸法本空 因此 眾生之所以活得很痛苦 就是因為他時時刻刻 都執著某一種事物 修行人時時刻刻 執著某一種見解 認為我比你嫌 書讀多一點 我書讀的比你多 你沒讀書 沒水準 看不起別人 處處都以自己的 為最高 那就變成是法不平等 那就有束縛 第十句 沒有貪愛和稱恨的人 就沒有束縛 這個貪愛包括 任何的 任何的 一切六根六成六四 緣起的十八件 這些緣起的假象 只要你一貪愛他 你就一定有束縛 因此佛陀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不坐在心靈的牢籠裡面 佛陀就說 全世界的人 也許有的人身體是健康的 身體是健康的 但是全世界的人 沒有一個人的心靈 是沒有病的 就是大執著就大病 中等的執著就中等的病 小小的執著就是小小的病 世界沒有一個眾生不執著 換句話說 這個世界就是沒有一個人不生病 執著就是病 病就是執著 就是這麼一回事 第十句 再念一遍 沒有貪愛和稱恨 就是憎恨的人 真就是左邊一個束心旁 右邊一個曾經的成 叫做憎恨的人 就沒有束縛 沒有貪愛和沒有稱恨的人 就是憎恨的人 就沒有束縛 愛恨交之會毀掉一個人 第十一句 貪心是最猛烈的火 它會讓你心神不靈 憎恨是最壞的執著 一直恨一個事 一個人 一直一年兩年三年都割捨不下 憎恨是最壞的執著 迷惑和錯誤的見解 是最難逃脫的網 迷惑以為有真正的欲望 可以去追選 還有外道的錯誤的見解 或者是佛教 你們所講的法對法的執著 叫做法執 不曉得所有的語言文字本來就空 任何的語言文字 任何佛的語言說 其實都是空無自信 都是擊滅絕對的解脫法 我們誤認為有語言可說 有文字可著 或者是佛真正的有說法 沒有的 迷惑和錯誤的見解 是最難逃脫的網 脫逃的網 什麼叫迷惑 比如說早已難理 那的感情一直做 那就是叫我如何不想他呢 日想夜想晚上做夢也想 二六十中完全被這個原始的假象 迷惑 明也好 力也好 難力也好 或者是世間 才色明是色也好 那修行人 可怕的就是錯誤的見解 很想修行 去碰到了惡知識 把你引導到錯誤的觀念 你還很感謝他 為什麼 因為出息佛法的人 沒有能力去分辨哪一個是善知識 哪一個是惡知識 沒有辦法的 所以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緣成就福道的 少善根 少福德 少因緣 都沒有辦法碰到正法 最後一句 愛遇是最難度過的河流 愛遇啊 這個愛遇啊 包括了 才色明是誰 尤其是男女的愛遇 尤其是男女的愛遇 哪一個結過婚的人 會想到說 哇 求生极樂最重要了 結婚大家就是 家庭為重啊 好好地照顧老婆啊 深深愛遇老婆啊 或者是深深地愛遇這個老公 或者是 生一個天才的兒子 深深地眷戀著 好好的栽培 這個是人之常情啊 在世間法無可厚非啊 因為他是世間人啊 但是一個歇佛的人 有哪一個幸福的家庭 會想到說 我有一天 會死亡 老公走老公的 兒子走兒子路 我 還是要修行 比較究竟 是有誰會想到這個 最透徹的生命的 臨終這一關 因此啊 可以說普天下的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脫離這個愛遇 夫妻太恩愛 事實上很難修行 夫妻之間每天吵架 你也很難修行 看到對方 會了得 也沒辦法念佛 一念的話火氣很大 太恩愛 舒服太強 太仇恨了 嗔恨心太強 所以啊 習佛的人啊 應該自己 用智慧去拿捏 哪一種情形 對我們修行 最沒有障礙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有的人啊 要寫佛 他的先生也不信佛 一直想要度他 因緣不及足 你怎麼度他 他老公也不吃素 他就拼命的 希望老公吃素 修行還沒有成功 家庭就搞得烏煙瘴氣了 吵鬧不停了 所以啊 夫妻之間呢 要拿捏到恰到好處 非常困難 一個人的生活 他就比較絕對 兩個人的生活 他就比較相對 我要尊重你 你要尊重我 可是有的人 大男人主義很強 你怎麼尊重他 他還是不滿意啊 你皮鞋給他擦亮 他還是不滿意啊 西裝給他弄好 他還是不滿意啊 對不對 到最後你就會覺得很疲倦 不過就按著做 你怎麼做他也不滿意啊 因為他的心 充滿著煩惱啊 所以夫妻是最難的哲學 千關難斷家務事啊 你做師父的 你也是很難啊 有一個女技師來 就是說 我先生啊 問師父說 我先生啊 哎 對這個男女啊 就很很執著 常常啊 找他麻煩 可是他希望清靜 師父怎麼辦 我說 兩半啊 那你就告訴我 我能告訴你先生嗎 你先生又不信佛 這個就是很難 一個想要清靜地唸 南無阿彌陀 一個他就 沒有寫佛啊 對不對 所以很難的 所以他來這裡 受八觀哉 就是戰戰兢兢啊 戰戰兢兢啊 為什麼回去 就怕犯盜啊 啊 他人的受高觀哉 他也不然 你什麼八觀哉 所以這個就是 愛玉啊 是最難度過的河流 尤其是世間人啊 你說一個人啊 不貪財啊 他已經很難了 世間人呢 不貪名 那更難 世間人呢 叫他放開 難你的慾望 你開什麼玩笑 所以要講說 解脫 很遙遠 你要想看得淡薄一點 就很不容易了 把他看得很淡薄 名利涉三觀 所以我曾經勉勵 這些法師 就是說 一個出家人啊 或者是一個在家居士啊 能夠名利涉三觀放下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這個人修行 還沒有修行 這個人成功一半啊 所以 離婚的人 也很好修行啊 不要每天在那邊哭 那麼笨 一個人沒結婚也很好修行啊 兩個夫妻都寫佛也很好修行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嘛 很好修行 對不對 所以 觀念稍微改變一下 第十二句 一個人應該捨棄憤怒 不要常常發脾氣 一個人也應該拔除傲慢 不要在智慧裡面夾雜著傲慢 這個傲慢最可怕的就是發生在有才幹的人 有才幹的人 會讀書的人 會讀書的人 像我去看醫生 我講兩句 他就會說 到底是我是醫生還是你是醫生啊 醫生很 書讀多 有經驗 你多講兩句 他就認為你挑戰他的權威 那個醫生的一般的 對自己的權威 才是不容許挑戰的 那些不是啊 學者 世間的這個 有分量地位 或者是政治的領導者 這要叫他不傲慢 這太難了 太難了 叫他千充字幕 幾乎不可能 只要在世間 你要稍微小小的成就的 都不會認錯的 永遠不會認錯的 他怎麼會接受一般人的建議呢 所以一個人應當捨棄憤怒拔除傲慢 超越所有的束縛 意思就是說 當你捨棄憤怒拔除傲慢 你就會超越所有的束縛 各位 學佛不就為了這個而來嗎 就是超越所有的束縛 讓我們活得更聚在 佛陀說 不執著心靈和物質的人 內心可以得到真正的安靜 就是安靈 而不受外在的影響 再講一遍 不執著心靈 所以心靈就是意識心 那年經講 就是心事分別 意識心所產生的執著 分別和顛倒 就要完全放下 所以不執著 意識心所產生的心靈壓力 這些執著 會產生心靈的壓力 這些種種的分別 會產生心靈的分裂 強烈的分裂 心靈的分裂 會產生一個精神分裂症的人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強烈的心靈的執著 就像一把利刃的刀子刺 刺向自己的心 執著夜深 那把刀子刺得夜深 也拔不起來 我們的心靈其實在低血 我們自己不知道 所以一個人 一輩子都沒有聽到 一句佛法的人 是很可憐的人 他的內心裡面 都在痛苦當中 內心裡面都在低血 心靈都在低血 為什麼 沒有佛法 不知道怎麼來解脫 這佛法也是師父找了一輩子 才找到的 我看了種種的哲學 找了諸子百姦 孔夢的思想 或者是老子的思想 或者是易經 都沒有辦法解決 師父內心裡面的疑惑 我一直在找到大學 才碰到了佛法 才恍然大悟說 這個才是我要找的 這個才是我要找的 所以真正的有功夫的人 他活著是透過智慧 相應的 一個人彈鋼琴 後天學習的人 譬如說 這個彈鋼琴 老師一直叫他 叫他叫他 縱然他的鍵盤彈得非常的熟練 他只是學習別人的 這不是真正的功夫 叫做硬功夫 兩個人如果在不同的環境長大 他彈出來的鋼琴 會完全不同 譬如說這個孩子在城市長大 他從小 老師就叫他這樣這樣這樣 他無論怎麼彈 沒有辦法跳脫 老師的隔 如果另外一個小孩子 生長在森林裡面 森林裡面他也是彈鋼琴的 他跟大自然結合 或者是跟大海結合 他的心靈是空曠的 他一樣懂得音樂 這個生活在大自然的小孩子 彈出來的音樂 就會融入整個大自然 那是真正的音樂 老師教給我們的 那是老師的影子 不是真正的音樂 那個音樂 真正的彈音樂 是沒有音樂的 他音樂裡面全部都是神 音樂裡面回歸到他的神 神跟音樂 神是跟音樂是一體的東西 彈出來的音樂是有生命的 一樣的 見性的人的說法也是這樣子的 每一句他都有佛的生命 都有智慧的生命的 跟不見性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人也是這樣子 當你學鋼琴彈的時候 那是硬功夫 那是老師教導你的 不是你自己的東西 縱難你彈到第幾集的 五集 六集 七集 八集的 也不是你自己的東西 那叫做硬學 所以真正的音樂 仍然回歸到神 我們說練精化氣 練氣化 還神 練武術也是這樣子的 這個武術這一招一打出去 練到最後那個武術跟他的神是不二的 他打那個錢打到最後 不是他在打錢的 完全出乎自然 跟天地是配合的 那個錢一打出來 力大無比 虎虎身風 完全不是用身體在打錢的 那一出來完全會歸到神 最高的究竟 那種練錢 練劍 練錢 練音樂 要想要登峰造極 就不可以靠後天學習的 靠後天學習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要靠他先天性的東西 有先天性 同時他懂得如何領悟這個大自然的道理 佛陀就是領悟了大自然的真理 人生宇宙的真理 所以變成了心悟 全部都是不二就是佛性 悟到了最究竟的 再念一遍 第十二句 一個人應該捨棄憤怒 拔出傲慢 超越所有束縛 不執著心靈和物質的人 內心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寧 而不受外在的影響 第十三句 聰明的人說 聰明的 木頭和麻繩 所做成的枷鎖 並不是堅固的束縛 一個人迷念珠寶 迷念耳環 迷念妻子或丈夫 才是世界上最堅固的束縛 第十三句再講一遍 聰明就是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就是鐵做的 手銬腳鑣 或者是木頭所做的 枷鎖 我們看這個古裝劇 以前要去五門斬首 東門 就是五門斬首的時候 這個木頭 抓起 或者是用繩索捆綁起來 的這個枷鎖 第十三句 聰明的人說 有鐵做成的枷鎖 或者是木頭做成的枷鎖 或者是麻繩做成的枷鎖 並不是堅固的枷鎖 如果你有能力 你有一天會掙脫的 但是一個人 迷念珠寶 迷念的名牌 迷念的耳環 迷念妻子 或者是死之丈夫 這才是最堅固的束縛 因為迷念它是沒有形象的 他內心裡面那個手銬腳鑣 是沒有形象的 他從內心裡面完全靠住你 你完全沒有辦法掙脫 第十四句 所有的欲望 只有小小的甜味 而卻隱藏著相當多的苦惱 與此的眾生 卻不能覺悟 不能覺知 再念一遍 所有的欲望 只有小小的甜味 而卻隱藏著相當多的痛苦 和苦惱 第十五句 沉溺在愛玉的人 你可以看看電影 小說 琼瑶小說 或者是武侠小說 這些英雄好漢 只要一沉溺在愛玉的人 佛陀說 宛如兔子困在牢籠裡面那般的驚恐 兔子被困在牢籠裡面那樣的驚恐 為束縮 為束縮和執著所殘綁 被束縮和執著所殘綁 長期受苦痛的折磨 所以為什麼要寫佛 就是要學習佛陀的自在跟解脫 再念一遍 第十五句 沉溺在愛玉的人 宛如兔子困在牢籠裡 乃般驚恐 被束縮和執著所殘綁 長期受苦痛的折磨 第十六句 被不正確的思想所困住 也就是惡知識 錯誤的思想 愛玉強烈貪圖感官享樂的人 欲望便加倍的增長 束縮也因而更加的牢固 就是堅牢 解釋一下 就是被不正確的思想 就是惡知見 惡思想 惡智慧 不是正確的智慧 被不正確的思想所困住了 意思就是知見錯誤了 跟錯了上人 再接下來 佛陀說 愛玉強烈 愛玉強烈 貪愛這個財色明十歲 強烈的貪圖感官享樂的人 貪圖感官享樂的人 感官享樂 就是看看電影 偶爾無可厚非 如果每天盯著電影看 或者是吃喝玩樂 你看這個電視上 很多吃喝玩樂 差不多了 都被困住在這個貪圖強烈的 感官享樂的人 欲望更加倍的增長 束縛也因而更加的煎熬 換句話說 越執著 越貪著的人 他的束縛就越加的牢固 第四小段 叫做洞察 山洞的洞 觀察的察 第十七句 不可指依據邏輯 推論或者是猜測 或者是事物的外表 來決斷事理 意思就是說 勸佛陀的弟子們 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不能只看一個影像 或者是道聽途說 人淫欲淫 就開始一直批判 某一個人 某一個法師 或者某一個居士 這個是很可怕的 佛陀告訴我們 除非你親自去了解一件事情 親眼去看見一件事情 否則不可以只有一句 邏輯推論 大概可能 這樣一直猜測 這個有失客觀 也有有失公平 或者是你只看到事物的外表 來截斷事理 這是很膚淺的人 所以這句的意思 第17句 佛陀說 不可只依據 邏輯 推論 彩測 或者只是看到事物的表象 外表 就來截斷一件事理 放假彩測 這個是愚痴的人 學佛陀的人 不可以這樣子 道聽途說 人云亦云 第18句 只有當自己知道 某件事物的 某件事物的確 不完善和錯誤的時候 你才能隔出它 也只有當你自己 確實知道 某一件事物是完善和正確的 你才接受它 而且去身體力行 這句比較長 用現在的語言 直接了當 就是說 你 當你確定一件事情 是真實的 是完美的 是真正美好的 那個時候 你才去接受它 同時去身體力行 這個 就是正確的 那麼這裡就講的比較長 就是 剛剛講的是原文 那現在講的是 義文翻譯的 就比較長 第18句 再講一遍 只有當自己 知道 某件事物 的確 不完善和錯誤的時候 你才割出它 也只有當你自己 確實知道 某件事物 是完善和正確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接受它 要做一個有理性的人 而且 知道是真善美的時候 就必須 身體去力行 第19句 以不真實的事物為真實 以真實的事物為不真實 停留在不真實的思想當中 永遠無法達到真實的境界 這個真實就是一實相 真相 這個世界的真相是什麽 這個世界的真相就是萬法都是假相 而我們眾生就是以不真實的事物為真實 例如說 你看到某某人 讓你很傷心很痛苦 你就一直忌恨它 就是以不真實的東西來影響到真實的心靈的解脫 所以不曉得元其法都是生命都是無常 它是不真實的 而一切的眾生都是以不真實的事物為真實 而我們的佛性是真實的 充滿了波禄的智慧 這是真實的 我們要用真實的事物 因為眾生不了解 卻把它當作是 沒有佛性啊 只有佛有辦法 我們凡夫哪裡有辦法呢 是不是 真正有波禄智慧這種真實的 而世間凡夫他不想追求 他認為離他太遙遠了 我們不可能像佛這樣子 我們就放棄 所以就用真實的事物把它當作不真實 認為離自己太遙遠了 所以一切眾生都會停留在不真實的思想當中 看什麼東西就建立著觀念 看什麼東西就建立著觀念 這個觀念不是是就是非就是對就是錯 要不然就是建立著自己的才幹當中 同時夾雜一些傲慢 看起來好像在行善 其實他是傲慢的投影 他能救人可惜放不下傲慢 當他事情出現的時候 當他事情出現的時候 就會知道有才幹的人 或者是世間有虛幻的人 或者是充滿的有權力的人 你就會發現他的思想當中 永遠停留在不真實的 為什麼 他以不真實的名、利 或者是學位 或者是技術、醫術 他一定會停留在自己的建立裡面 每一個學者或者是醫生 都認為自己是全世界最新的 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法師 就很可怕了 為什麼 就會欠導眾生 你只許聽我的 不容許聽別的法師的 不容許你牽進別的道場 這個就會產生佛教很可怕的思想 我在這裡必須告訴大家 以法不依人 哪個法師講的都一樣 你要深入地去觀察 他是不是依佛陀所講的正法 有正 講的是佛陀的正法 你就依 不管在任何的時間、空間 任何的場所、任何的過度 只要那個法師講的法 完全是依佛陀講的法 不管他的身份、地位 乃至於他就是一個在家居士 乃至於是一個醜陋的屠夫 他講的法 完全是佛陀所講的法 你通通必須依他的 依法不依人 學佛不是感性作用的 佛法要回歸理性的 佛法要回歸智慧的 佛法要回歸正法的 佛法要回歸科學的 而且佛法也沒有辦法解決一切的問題 沒有辦法 有一個人寫信來 說他的女兒得精神病 後來他不相信 他認為是鬼魂附身 他到晚上就大吼大叫 到晚上就大吼大叫 無緣無故就哭泣 無緣無故就胡言亂語 他一直 他找遍了所有的 中醫啊 西醫啊 什麼高僧啊 大德啊 去請示 還有連神都問了 花了所有多少人民幣喔 勤家蕩蕩 就一個女兒這樣子 勤家蕩蕩啊 沒辦法救啊 後來啊 他就是 寫信來 求助師父了 求助師父了 希望我施展什麼法力啊 能夠趕緊救救他的女兒啊 我是他的唯一的依靠 我也是跟他寫 回信啊 要好好的看醫生 早睡早起營養要照顧好 繼續看醫生多聽佛法 把錯誤的觀念慢慢的糾正 這樣就一定會好嗎 那不一定 如果他是一種DNA 他是一種遺傳的 他是一種業力啊 父母親的遺傳 他到某一種年齡層 他一頭一氣笑啊 他就會發神經啊 就會見種種的 怪異的現象 自言自語啊 晚上不睡覺啊 說看到什麼 王爺公啊 媽祖伯啊 看到什麼土地公啊 看到什麼爺爺啊 娘娘啊 是不是看到什麼孫如空啊 或者西游祭裡面的 封神榜裡面的神啊 那我們也沒辦法 法師不是萬能的啊 佛陀也沒辦法啊 佛陀也不是萬能的啊 佛陀如果是萬能的 那你佛陀當時再是一個 眼若達多他也是精神病啊 佛陀為什麼沒有辦法救他 在楞严經裡面呢 對不對 眼若達多他是神經病的啊 釋迦牟尼佛有辦法救精神病的嗎 沒責啊 沒辦法也是束手無策 佛有大神通啊 可是沒有辦法改變眾生的業力啊 沒有這個能力啊 所以你要求師父加持在某一種情況 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因為啊 很多人來到這個講堂啊 或者是大家啊 孩子啊 晚上啊 睡不著覺啊 或者是 一個女孩子啊 感覺她是業障很重啊 都是求師父啊 跟他加持一下 摸摸陀 有時候是真的就是很不可思議 佛陀幫助師父 摸一摸陀 回去就是真的好了 感謝師父 我說你要感謝佛 我跟我沒有關係啦 對不對 那也是你的福報啊 也是你的福報啊 跟師父有什麼關係呢 他就很感恩啊 我就說 佛陀加倍師父啊 讓我有一點加持力啊 這個都感恩佛陀 祝佛菩薩 是不是 所以不是每個人加持都有效的 不過摸摸陀 總是結一個善言 摸摸陀 反正我也沒有損失什麼 是不是啊 好 所以因此我們了解 佛法是理性的 是科學的 不是迷信的 佛法不是什麼人都有辦法 你去救他 什麼問題你都有辦法解決他 什麼問題你都有辦法回答他 沒辦法的 好 我問你啊 有一個人問了一個問題 說 師父 如果我有一天 流浪 流浪 到一個小島 那個小島啊 有老虎 那請問師父 我是要行菩薩道 捨生命 給老虎吃呢 或者是我要想說 這老虎是畜生啊 他沒寫佛 我有寫佛 我沒有東西吃 或者是我想辦法 殺掉那個老虎 吃老虎的肉 繼續 來養佛自己 我繼續來用功 來念佛 來修行 他是畜生 我是人啊 我為什麼要給他吃 是我吃他 對的 還是他吃我才是對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來 問一下 如果你去小島 碰到這種情形 我還是認為我是人 我邪佛 我要殺掉他 幹掉他 吃了老虎肉 繼續來修行 我認為是這樣 你認為這樣對的 請舉手 嗯 你認為我要是要行菩薩道 真的還是要捨生命 救那隻老虎的 對不對 你認為這樣子的 你舉手 這傢伙 門都沒有 他吃我 不幹掉他 神經好 還吃我 對不對 所以到這個地步 你就知道 沒辦法回答 對不對 他說 師父那你呢 哇 當然也想辦法 對不對 當然啊 我還是要想辦法 對不對 所以佛法 不是說 你應該怎麼樣回答 沒辦法回答 真的沒辦法回答 真的沒辦法回答 好 這集在念一遍第十九句 以不真實的事物為真實 以真實的事物為不真實 停留在不真實的思想當中 永遠無法達到真實的境界 第二十句 明知的人不意為別人的想法所影響 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 是不受別人的思想所影響的 開悟見性就是這樣 我今天呢 匯利啊 你走到全世界 哪一個高深大德 哪一個人說話 我都不會受到影響 我見佛的本性 都知道凡事物像 都是心情的影像 沒有真實性 說話等同不說 一切法本來就無聲 無聲 哪裡有能說 哪裡有所說 哪裡有能言 哪裡有所言 對不對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你說法 不影響我的智慧 你就說錯法 我也不受你影響 因為我知道你講錯 對不對 你講真 就講對法 我也是不真不解 是不是 今天就是活頭重新再來 我也是不真不解 今天碰到一個惡毒惡知識 我也是不真不解 為什麼 我不會受你影響 以下 第21句 不要被任何的報道 或者是傳統 或者是留言 所左右 這就叫做智慧 也就是說 你不要被任何的報道 就像我們現在的新聞報道 或者是傳統 我們以前傳統 像我們拜神的 把自己搞到身上都流血 或者是說 以前的女人要綁那個三寸金蓮 三寸金蓮 你看 這個其實受到傳統所左右 有的人 就受到影響 這個女人 以前出去 還包得密不透風 密不透風 以前的女人就這樣子了 到哪裡有哪裡一些文化 一些傳統 某一些規矩 某一些規矩 讓你覺得 很訝異 非常訝異 這就是一種文化 你很難去接受的 你根本就不可能會發生在這種文明的世界裡面 你也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可是他就是有啊 還有一種 結婚 怎麼樣 說呀 男人要結婚 男人要結婚 要怎麼樣 要背著老婆 背著老婆 要背一天一夜 從這個山走到那個山 那個山走到那個山 我看到這個報道說 為什麼 情婦這樣就不用戳 要怎麼做 排百多公斤 如果排到那個 為了生命 每天來生命 過後的那個 排到一半的心中 就痛就死了 要怎麼也不用戳 這個就是 沒辦法不合理的啊 大家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用這個真的 用了椅子喔 然後 椅子喔 背著喔 那背著的老婆 就是一直背一背 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 我常常講說 會不會搞錯啊 如果像我這樣的身材 是應該叫老婆背才對啊 他拍我 我才不會搞錯啊 拍他怎麼搞呢 哇 這個實在是 每個地方啊 是傳統啊 讓你覺得很驚訝 是世間人 世間人 就是說 那佛陀告訴我們 不要被任何的報導 所左右 也不要被任何的傳統 所左右 也不要被流言 所左右 那中國大陸呢 有一個地方 傳統的怎麼樣 那頭髮還要留下來 從小啊 頭髮 女孩子的頭髮 不理啊 那頭髮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每天啊 為了 那個頭髮 都到地上了 也不剪 不剪啊 然後啊 每天啊 洗那個頭髮 要花兩個鐘頭 都到河邊去洗啊 用什麼洗呢 用洗米水啊 用那個洗米的水啊 來洗頭髮 每天要洗那個頭髮 很長的頭髮 到地啊 要洗兩個鐘頭 然後 洗完的時候 再把它弄乾淨 再把它盤旋起來 盤旋起來 再用布把它蓋起來 傳統 是吧 所以如果你出生在回教啊 回教 女孩子 你那個頭筋啊 就要包一輩子 那個頭筋 就要包一輩子 以下 第二十二句 不要輕信別人的道聽徒說 不要相信謠言 不要絕對信賴一般書籍 再講一遍 佛徒說 不要輕信別人的道聽徒說 我們要理性智慧 不要相信謠言 也千萬不要絕對的信賴一般的書籍 書籍是人寫的 一個人意識心寫出來的東西 都不究竟有時候會誤導你的 第二十三 第二十三 二十三句 不要輕信你自己的彩測 不要因為和你的意見相同 就加以相信 不要隨便輕信權威 解釋一下 所以千萬不要輕信你自己的猜測 什麼東西沒有看到真相用猜的 是不可以的 不要因為和你的意見相同 就加以相信 為什麼 有時候反對 跟你做對的反而是善之士 你碰到一些阿夷奉承 的人 以非為事的人 欺言覆事的小人 他什麼 東西看法意見都跟你相同 對不對 有時候會把你引導變成錯誤的 所以古時候的明君 明君 縱然這個大臣忤逆他 他也不會殺他 他知道是為國家 為整個社稷 忠誠 常常是忠言 逆耳 這個就是我們學佛的借鏡 意思就是 說你好話的人 不一定要相信他 或者批判你 攻擊你的人 你千萬也不要傷害他 說不定他才是你真正的善知識 千萬不要隨便相信前威 前威有時候也會錯誤的 現在的前威啊 以前的前威 現在就被否定了 像物理學 物理學製造出來的定義 定理以前行 現在就不對 這個物理的定理 定義跟定理到另外一個星球 就行不通 因為重力不一樣 所以所謂的前威 是在某一種時間跟空間 叫做前威 所以為什麼說 某一些邪者 現在是對的 到三十年四十年 發現他是錯的 為什麼 這個就是權威 有時候也會錯 因為他不是見性的聖人 二十四句 是不妥當的 聖者應該同時明察正確與錯誤兩方面 第二十四句 再講一遍 急躁 太急或者太躁 快速地就採集一件事情 是不妥的 所以當你在極端憤怒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時間冷靜一下 當一個男孩子一直在追求你的時候 你也是要冷靜一下 講得甜言蜜一樣 說非禮莫取啊 到最後還是會背叛你 跟他結婚沒多久 外面又有女人 所以急躁地決定一件事情是不妥當的 尤其是面對你的將來的幸福啊 或者是法生會命啊 你一定要冷靜啊 誓者應該同時明察正確 與錯誤兩方面 就是有智慧的人在考量一件事情 會考量正確的還有錯誤的兩個方向 兩個方向 這樣就比較客觀了 你處理一件事情 好處是什麼 壞處又是什麼 當我做這件事情下去 好處是什麼 或者是壞處是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第五小段 願望 發願的願 希望的望 第二十五句 願所有的眾生幸福 安樂 內心滿足 意思就是說 佛陀告訴我們 二六十中 所有的心裡都要善願 這句話重點是在 千萬不要發惡 千萬不要發惡怨 惡怨啊 是很可怕的 什麼叫惡怨 我總有一天拉下你 我總有一天 幹掉你 我總有一天 看到你 變成殘廢 我希望你有一天 找死 這個就是惡怨 希望別人不信 這個就是惡怨 希望別人殘廢 希望別人破產 或者希望別人婚姻破裂 這個都是惡怨 這個是不可以發的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願所有的眾生 幸福安靈 內心滿足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是很重要 第二十六句 讓我們心中無限的大愛 遍布整個世界 無論是宇宙的哪一個角落 無論是宇宙的哪一個角落 都擁有我們無限的大愛 無限的大愛 沒有絲毫的障礙 沒有絲毫的怨恨 和敵意 以使在一個團體裡面 也在一個團體裡面 更應當如此 所以在這之外來做義工 更應當好好的修養自己 好好的修養自己 好好的修養自己 第二十七 補充一下體力 第二十七 二十七句 願所有的眾生 內心快樂 不論我們 看不看得見他們 不論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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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遠處 或者周遭附近 以出生 或者是尚未出生 我們都要 發如此的善願 第二十七句 願所有的眾生 內心快樂 不論我們 看不看得見他們 不論他們 在何處 在何地 或者是在我們的周遭附近 或者是出生 或者是尚未出生 我們 都希望他們 內心快樂 要發如此的善願 第二十八句 只要是醒著 無論 行 住 坐 我 一個人 就應該保持著 這種慈悲的胸懷 第二十八句 再念一遍 只要是醒著 無論是行 住坐卧 一個人 就應該保持著這種 慈悲的胸懷 換句話說 單刀直路就是 永遠不可以去傷害任何眾生 乃至講一句重話 或者是傷人心的話 一句都不行 這是佛陀所嚴格禁止的 第二十九句 二十九句 二十九句就 對義工就特別的重要 第二十九句 對每一個義工就是特別的特別的重要 歸我 歸我慷慨施捨 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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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無師 甚至犧牲 小我 歸我 歸我聰明伶俐 能夠把真理和知識的好處告訴別人 歸我 第二十九句 是所有義工最中肯的一句 歸我慷慨施捨 乐意帮助别人 愿我身心清静 做人正直 愿我朴实无花 品性良善 不起恶念 愿我不自私 愿我不占有 而且大功无师 甚至牺牲小我 愿我聪明拎立 能够把真理和知识的好处 告诉别人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要做法的传递的人 要把真理传出去 这辈子能够就多少众生 算多少 有能力的出力 有金钱出金钱 有时间出时间 有空间出空间 如果你家里 不错 可以刻入一些VCDDVD 有钱出钱 对不对 或者是你家可以做一个流通处 空间大吗 你有好几栋房子吗 工厂好大吗 那弄一点做法宝 是不是 那有时间 我闲着没事 我先生是高级将领 或者是赚了很多的钱 是不是 我也没事 没事就红法 推广正法 也了不起 无必要 有因缘的人 就到底 这个就是出家 在家 每一个人的责任 各位 佛教不是我会立法师 一个人的 是所有的法师 所有的 父法基士的责任 是因此 传法 红法 转大法轮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你不会讲经说法 那么就把师父讲的 刻入变成VCDDVD 或者是印书 像我们现在讲 嫩言 这不是很好吗 不一定要自己讲 是不是 有这个善言 诸位 听佛的话 将来的果报 会不可思议 会不可思议 就像在座诸位一样 你肯牺牲 肯奉献 对不对 在这个常住 佛法身的三宝地 佛法 三宝的地方 常住 哪里会忍心说 哎呀 你往胜以后 让你一个 看你一个孤零零的 不会的 所以啊 不要说 我在家 自己关起来 在家自己关起来 修不到福的 要修福 要修慧 要修忍辱 要在团体啊 来这里 有好人 有坏人 有极端恶劣的人 对不对 拱包的 少数 让你看到那行为 摇头 这也是善知识啊 也是善知识啊 这样培养忍辱 忍辱就是多福啊 所以啊 上昌对 因果 从来不误人 这个世间无完往的事啊 对不对 你今天贫穷 为什么贫穷 前世不布施 他那很穷啊 对不对 我今天呢 邪福 为什么重重的障碍 你前世人家邪福 你一直破坏 你搞破坏 人家要去听经文法 你老是阻挡他 人家要出家 你也一直反对 一直批判 当然你这一辈子 邪福就有重重的障碍啊 所以我这一辈子啊 邪福啊 为什么这么顺利啊 你上一辈子啊 什么都支持人家 人家听到人家邪福啊 拜佛 皈依啊 发喜充满啊 去去去去 我支持你 当然你这一辈子啊 碰到的都是大三知识啊 碰到的都是善因言啊 邪福毫无障碍 是怎么来的 就是自己善因言来的 所以啊 你今天碰到的逆境 记得师父这句话 世甘无完翁 无免万谈 如是因得如是果 对不对 师父今天出家 修行 一读三藏 通达经教 或者是雾名新线 我感恩佛陀 我也了解 我绝对不是今生今世出家的 绝对不可能的 前世他就有善根 种下了这个强大的善根 一看到出家修行 太好了 一听到佛法 就用 生命 投注下去 投注下去 看到佛教的衰尾 就发现要振养整个佛教 当然不是只有我了 我尽一份信力了 你看啊 三四十年前的佛教 我们老一辈的就知道 以前四十年前 什么叫佛教谁知道 不知道啊 佛长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 就是念念佛 送送经 谁在讲经 没有啊 什么叫做正法 也不知道 我小时候 我们那个隔壁 放浦门瓶 然后前面摆什么 三星酒类 那个鸡啊 鸭啊 猪肉啊 鱼啊 怎么样 点香 然后放浦门瓶 因为小时候 不懂什么是佛法 那时候想说 观世音菩萨应该吃素的吧 小时候 你看看 那时候佛教是什么 经过了多少的风雨 吃过了多少的苦痛 师父尝试过人间的冷卵 支持你的也有 伤害你的也有 诽谤你的也有 这样一直成长 一直点点滴滴 我都感恩 我从来不制造逆境跟敌对 我都是这样的感恩 我的责任 就是弘法 立身 就是要牺牲奉献我的生命 把佛教带动 关于这些顺境逆境 完全不管它 结果我成功了 四十年前的佛教 跟今天的佛教看 那是完全不同的 佛教今天在台湾 这些台湾的领导 也不敢看不起佛教 当然在这些 诸生长老高生大德 还有护法基士 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惠立法师 也尽一点点心力 但是我真的尽力了 我把所有的供养 什么买人生的 看病的 供养法会 只要能做到的 通通舍 通通舍 为了就是一个善愿 验证法重现 所以在这里 讲到这里 师父就非常的感恩 法师 还有这些 护法基士 男居士 这些女居士 慈悲 尊敬的护法基士们 这样顶力的支持 常驻 三宝和文书讲堂的常驻 如此顶力的支持 师父 弘法立身 结果今天 也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在写佛 全世界的各个区域的华人 传到的信息 是非常喜悦的 这就是我们 共同努力的 结果 底下三十句 愿我努力精进 愿我勤奋不懈 愿我能够宽容 一切众生 愿我能够容忍 一切的忍辱 愿我能宽恕 别人的过失 不去看众生的错误 愿我能够信守 自己立下的诺言 诺言 就是生命的全部 承诺 你就是要去做 再念一遍 愿我努力不懈 作为一个人 总要找一些工作来做 弘法立身 后治正法 这个可是最重要的工作 愿我努力精进 勤奋不懈 愿我能够宽容 一切可恶的众生 愿我能够容忍 一切的忍辱 愿我宽恕别人的过失 不计前显 愿我能够信守 自己立下的诺言 诺言等同生命 承诺 承诺就是一定要去付诸行动 再者 诸位义工 义就是没有条件牺牲 牺牲奉献 所以诸位 你们是菩萨 师父敬重大家 赞叹大家 你们今天承诺了 来开小组会议 义工大会 就是承诺 承诺就是要去做 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多少人的都可以解决 为什么文殊讲堂的义工 有一些意见不同 为什么不能整合 识下能解决的 识下解决 实在很严重的 反应到当家法无师父 实在很严重的 不能解决的 到师父来 这里我做最后的菜节 你不能有意见 你看这个厨房 多少人辛苦 还是会有一些意见 有的人要煮这个 有的人要煮那个 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很辛苦 还要安抚他们 让内 安内要让外 要不然就变成内忧外患 自己义工意见不同 炒起来 那这可不好 我们外面的有一些 我们要处理的 内部自己不能有意见不同 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诸位 我们也许人格不同 也许我们的貌相不同 也许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理念 就是希望常住好 希望三宝好 我们希望佛 法身 好 希望这个水路大法会 办得非常的成功 能够帮助佛陀 帮助一切众生 度尽一切有缘的众生 就是这样子 我们又为何小小的意见 闹得不可开交 需要这样子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得几千万人 都可以在最后 和平的落幕解决 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需要你这样 勃然大怒 不需要 是不是 还有啊 这一次 我们的水路大法会 还要特别一件交代的 这不是只有组长要注意 组长 包括每个工作人员 通常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注意 尤其法无师要特别注意 叫做H1N1 这个H1N1 叫做人畜共同感染 这个很可怕的 人啊 传给畜生 畜生传给人 再做主意 所以水路大法会的时候 那个广播 一定要注意 要常常广播 发高烧的人 暂停礼佛拜佛 请出列 咳嗽的人 请暂时不要拜佛 发高烧 咳嗽啊 对不对 啊 不要有人得罪你啊 你就头脑去写 H1N1 在他面前 咳嗽 你要让他怕死吗 你头到那儿 车H1N1 跟他扫两个声 他没哼你 你写那个H1N1 在头顶上 面子他的鼻孔 咳嗽 我一定碎哼你了 这个叫做报酬 千万不要这样子 所以广播要常常注意 这个H1N1的问题 是哪一个有发高烧 哪一个有咳嗽的 组长要注意 还有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注意 对不对 内坛啊 要拜回来的时候 拜了七天 这些内坛啊 距离比较近嘛 是不是 内坛距离比较近嘛 看哪一个一直在咳嗽啊 发高烧啊 怎么样 不要 内坛啊 一拜完七天下来 太累了 感染到H1N1 结果 哎 打到101 哎 又一个座链了呢 又一个 然后 青年代以后又另外一个又死掉了 哇 我这样会很难过的 为什么会很难过呢 一个呢 死了一个 我少收了两万 明年了又死了两个就少收四万 做法宝 就少收了二十万四万 所以这个啊 每一个人都要注意 你呢 记得 只要隔壁的 你看 看 如果 发高烧啊 咳嗽啊 或者是有种种的迹象 打喷嚏啊 一定要立刻通报 一定要立刻通报哦 要不然你这个叫慈悲哦 你这样一直让它放放着 对不对 七天七夜以后 是不是 那怎么办 还有那个厨房啊 要注意哦 厨房有时候我看这样 煮到这样 大了看 小了看 对不对 没燃的顺利就这样 刷牙嘛 没燃 对不对 还有啊 这个 这个厨房啊 煮菜的是大锅菜的时候 十八楼汉菜 什么叫楼汉菜 就混在一起啊 菜在前面的时候 哇 没有吃下去啊 一千万很乱 哇 死了了啊 这样有罪的 所以我们的讲堂啊 要准备很多的口罩 很多的口罩 很多的口罩 所以啊 在座主位啊 水流法会的时候 是不是要交代你们一句话 一定要真的感冒 咳嗽发烧 一定要戴口罩 感冒啊怎么样 一定要好好的戴口罩 这个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内坛 还有半夜 起来太劳累的 这内坛主的要特别的注意 要特别注意 内坛我们就交代 内坛主的这些没你们 还有法师 就要注意法师们 看哪一个有H1N1 这个要特别注意 真的这个是攸关生命的 攸关生命的 第三十一句 愿我能坚决勇敢 有毅力和恒心 愿我能够仁慈 友善 愿我富有同情心 宽恕他人 愿我能谦卑 和平 宁静 愿我沉着 内心安详 愿我能迈向完美的道路 以真理为依规 而且能够完善地服务别人 这一句 我直接念一遍 三十一句 愿我能坚决 愿我能坚决勇敢 愿我能有毅力和恒心 愿我能够仁慈 有善 愿我富有同情心 宽恕他人 愿我能谦卑 平和 愿我内心宁静 愿我沉着 愿我安详 愿我能迈向 完美的道路 以真理为依规 而且能够完善地 服务每一个人 三十二句 愿所有的生物 动物和人类 没有任何的怨恨 没有任何疾病 没有一切忧伤 而且愿他们 都能快乐地 保护自己 这个你就知道 佛陀的爱 是不限人类的 再念一遍 第三十二句 愿所有的生物 动物和人类 没有任何的怨恨 没有任何的疾病 没有一切忧伤 而且愿他们 都能快乐地 保护自己 第六小段 慈爱 三十三句 让我们 本着无限的爱心 去对待所有的生物 就如同慈母 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保护自己 唯一的孩子 一样 再念一遍 三十三句 现在是第六小段 慈爱 三十三句 让我们 本着无限的爱心 去对待所有的生物 就如同慈母 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保护自己 唯一的孩子 一样 第三十四句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可用仇恨 来止息 仇恨 仇恨 只可以 用慈爱 来止息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换句话说 别人用仇恨 对待你 你用的是 慈爱 对待他 第三十四句 再念一遍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可用仇恨 来止息 仇恨 仇恨 只可以 慈爱 来止息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第三十五句 永远不可欺骗别人 不可轻视任何地方的人们 在充满愤怒和恶意的地方 让我们用慈爱 对待他们 使他们不受丝毫的损伤 再念一遍 第三十五句 永远不可欺骗别人 欺骗别人 是不好的行为 不可以轻视任何地方的人们 意思就是说 在任何的时空 不可以轻视任何人 以下 在充满愤怒和恶意的地方 一定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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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爱 来对待他们 使他们不受 丝毫的损害 以伤害你的人 你就要 用更 持爱的心 去对待他 第三十六句 以持爱 来感化怨恨 以良善 来感化邪恶 以真实 来感化 谎言 意思是说 持爱的心 来感化怨恨 因为怨恨 因为怨恨 用怨恨 是没办法 止息的 要用持爱 要用良善 来感化邪恶 这些邪恶的人 不受感化 你要用 良善的心 以失舍 来感化 令色 世间人对财 直令不舍 我们佛弟子 只要有能力 就舍 为什么 放在口袋里面的种子 不撒下去 是不会夜来 也都不会成长的 如果种子 比一座金钱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些 身上拥有那么多金钱 不拿来做一点善事 救救众生 生命就会失去意义 这些金钱 例如口袋里面的 种子一样 所以一个人 要懂得不失 他的福 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千万不要令色 不失 那些钱 带经济宽材 你用不到的 聪明的人 只要是自己的 在他往生以前 就想尽办法 把他做善事 做完 第三十七句 所有的动物 都害怕刑罚 刑罚 就是处罚了 刑警的刑 惩罚的法 所有的动物 都畏惧死亡 因为所有的动物 都爱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不要去杀生 自己设身处地 想想别人 和他人 做个比较 一个人 不应该杀害动物 或者是 教说 别人杀害动物 第七小段 烦恼 第三十八句 当一个人 感觉到不满 而刻意追求时 他就成了 爱渴的奴隶 就是变成 爱渴的奴隶 渴就是渴望的渴 爱心的爱 渴望的渴 爱渴的奴隶 口渴的渴 再念一遍 当一个人 感觉到不知足 不满足 而刻意追求 众生就是这样 每天都是刻意的 要去追求 从来不晓得 什么叫做 谢迹是菩提 没有的 要把自己生活 过得很复杂 就会变得很痛苦 他就成了 爱渴的奴隶 第三十九句 寻找别人的过失 而且容易发怒的人 他的苦恼就越来越多 离开没有烦恼的境界 也就越来越远 这句话对修行人 特别的重要 就是不要每天去寻找 别人的过失 就是吹毛求疵 别人一点点小错误 就用放大镜 用扩音器一直讲 用放大镜一直看 用扩音器 一直把人家扩散 诸位 天地之间 要隐恶扬善 看到别人的缺点 根本看都不用看 要扬善 别人有优点 就要好好的赞叹 对不对 第三十九句 最一个人的道德修养 人品的高尚很重要 诸位 再念一下 寻找别人的过失 而且容易发怒的人 他的苦恼会越来越多 离开没有烦恼的 捏盘境界 也就越来越远 所以不需要去发脾气 第四十句 聪明的人 不奢望未来 也不追悔过去 不奢望未来 就是未来不可知 未来要变成怎么样 你不知道 也不必追悔过去 为什么 过期心不可得 哪一个人去 哪一个人 去执着 以前的痛苦 就会来 所以你只要 一句话 就解决生命所有的苦恼 随他去 不管他 所以这个功夫 二六十钟 都是这样做功夫 随他去 不管他 任何的时间空间 你做什么事业 在哪里上班 都用得着这一句的 所以功夫做得深 不怕不会解脱 随他去 不管他 以其执着他 不如放下他 以其计较 不如无争 争一道相伟 慢慢慢慢 这样一直调试自己 做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第四十一句 佛陀说 胜利的人 我直接翻译了 胜利的人会招来怨恨 因为你赢嘛 人家就不满了 失败者 生活在苦恼当中 宁静的人 会舍弃的观念 所以生活在平安 平安和幸福的观念 日子里面 第四十二句 要常常用智慧 思索苦恼 是怎么来的 就是用智慧 思索苦恼的来源 底下这一句 特别的重要 善于耶稣 善于耶稣自己的感官 不要被眼睛欺骗了 不要被你的眼睛感官欺骗了 不要被你的耳朵的感官欺骗了 不要被你的饮食的感官欺骗了 就是舌头 这句的意思就是 善于耶稣自己的感官 善于耶稣 节制自己的饮食 内心充满着信心和干劲 就不会被邪魔所击败 宛如大山岩 岩啊 一个山 再一个石头啊 岩石的岩 宛如大山岩 不会被风所动摇 我曾经念一遍 常用智慧 思索苦恼的来源 善于耶稣自己的感官 隐私要知道节制 内心充满信心和干劲 就不会被邪魔所击败 宛如大山岩 不会被风所动摇 意思就是如如不动不取一向 第四十三句 通常发生下列这种情形 当一个人经过坏医生的诊疗后 他连好医生也不信任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当他经过错误了 当他经过错误了 思想和行为的时候 当他碰过二知识的时候 连善之识现前 他都不会信受 因为他会失去信心 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出家在家 一定不能说 佛法身三宝的过失 这个会断掉众生的法身会命的 当一个人听到了三宝的过失 当他对三宝时期信心 将来他听到法 他不入心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杀父杀母的罪还不至于很重 当然这个是重罪了 破佛破转大法轮 断众生的法身会命的重 比杀八万四千父母的罪更重 所以记住 这个人有机会写佛 你就千万不能说三宝的识会 一定要尊尊善诱 要赞叹佛 要赞叹法 要赞叹身 给众生有信心 要给众生有希望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利子 已经是奠定正性的佛利子 三宝的识会 不听不闻不讲不说 这个就是佛真正的佛利子 为什么 守口如瓶 佛陀是三叶清净 什么是佛 身口意清净叫做佛 我们今天写佛 就是写佛的身口意清净 别人讲因果自己负责 我们不讲 这是我们善的因果 而且这个观念要坚持到死 一点都不能马虎 第四十四句 透过信心 有良好的德性 努力修禅定 善于观察 善于体验真理 了解 和实行 是同时并进的 了解就是解 实行就是行 了解和实行 是同时并进的 解行要并重 常常做正确的思考 有依附的证件 就可以去除大烦恼 在座诸位 一个佛利子 你只要做到几个字 就这样子 我今天讲的 你只要做到几个字 这辈子 你没有烦恼 放下 名利设三观 不贪 不撑 不吃 你这辈子受用无尽 是一辈子 邪佛没有分年轻 或者是老的 所以这些弟弟妹妹 年纪越轻的 来邪佛 师父就越赞叹 我看他说 才二十岁就来邪佛 真是好 这个弟弟妹妹 将来就是菩萨 所以如果你们的儿子 女儿来这里邪佛 要好好地赞叹他 真的要赞叹他 因为你会老会死 我们佛教要下一代的 新血龙要出现 老的这一辈子 就是母鸡 要带这个小鸡 对不对 这个老母鸡 有翅膀 可以保护这个小母鸡 慢慢地带 慢慢地带 所以要法轮要长转 年年代代 又有新血轮的出现 因此 你们这一组的 如果有年轻的 你就要好好地照顾 无论是弟弟 妹妹 越年轻越好 不过也不要太年轻 年轻来到这太年轻了 八岁九岁 来这里要玩电动玩具 这个就省一省了 太小了 有一个带着三岁小孩 说 佛丽法师 这个跟你出家 我说 弟弟今天几岁 他说三岁 我说那么早 三岁 要做什么 将来 将来当你的适者 杀回来 我说他还没有当我的适者 我就必须当他 二十年的适者 你敢算帮 用电脑 不要说算帮 电脑算话 这样我才会合呢 他才三岁 我要照顾他二十年 当我的适者 我才没得拿钱来乞 对不对 好 最后一段 第八 第八小段 叫做障碍 障碍 第四十五段 第四十五句 第八小段 障碍 第四十五句 每一项罪恶 对犯罪者本身的损害 比受害者大多了 意思就是 伤害的人 受害比较深 被害的人 伤害比较少 再念一遍 一下子 没有办法理解 每一项罪恶 对犯罪者本身的损害 比受害者大多了 也就是伤害别人的人 想要去伤害别的人 被伤害的人 比较小 想伤害别人的人 会伤害得比较大 就是这个意思 李四十五句 不要轻视小恶 不要认为它是小小的恶 以为我不会受到报应 水瓶 装水那个水瓶 水瓶是由小水 一滴一滴的滴满的 愚笨的人 不断地做出 微小的坏事 日子久了 整个人就充满了邪恶 所以说 如果你动到一点点的恶念 主委 就一定要赶快把它踩平 不容许自己 有一丝一毫的恶念 更不容许自己 有邪恶的行为 再念一遍 不要轻视小恶 以为我不会受报应 水瓶是由小小 点点滴滴 水滴满的 一笨的人 常常不断地做出 微小的坏事 日子久了 整个人就充满了邪恶 第四十七句 灵明的觉知有五种障碍 修行人 千万要控制一下 灵明的觉知就是 我们的知觉觉性 我们的觉性会有五种障碍 一贪意心太强的人 会障碍我们的觉性 二称恨心太强 会障碍我们的觉性 就是福性 第三睡眠和昏沉太强 会障碍我们的觉性 第四不安和忧虑 会障碍我们的觉性 第五疑惑 就是无名 疑心病重的人 会障碍我们的觉性 什么都怀疑 疑心疑鬼疑东疑心 什么都不相信别人 这个人 福性会有很大的障碍 所以有五种障碍 一贪欲 二 憎恨 就是憎恨 三 睡眠和昏沉 睡了太多了 是不是 不睡也不行 可是睡太多了 昏沉 你会障碍 你会障碍佛性 不安和忧虑 会障碍佛性 疑惑 会障碍我们的觉知性 第四十八句 当罪恶的行为 还没有成熟 的时候 也就是中了 恶因 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 愚笨的人 就是愚痴的人 就认为 这个罪恶的行为 行为 很甜蜜啊 也没有遭受到什么果报啊 那是因为 行为的 恶的果报 还没有现前 可是 当他的行为 成熟的时候 就是果报现前的时候 他便有了忧伤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啊 造恶啊 抢 杀人啊 辱人啊 勒索啊 对不对 诈骗集团啊 哦 诈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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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诈骗的时候啊 很高兴啊 你看一片就是几百万 有的退休金八百万 骗光了 这就是诸位 当他有一天呢 变猪的时候啊 被人家宰杀的时候 因为他负债累累啊 他就惨了 就麻烦大了 被杀了一辈子 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第二辈子 在变猪 在被杀 在变猫 猪 狗 吃大便 为什么 欠人家的债务太多了 欠债诈骗的恨行啊 第四十九句 没有信仰 又不忠厚 又爱撒谎 不考虑到来世的人 将会做出可怕的 种种邪恶的行为 再念一遍 第四十九句 没有一种宗教信仰的人 又不忠厚老实 每天总是爱撒谎 骗人 从来不考虑到来世的人 将可能做出种种可怕 邪恶的行为 意思就是说 凡是佛弟子 应当重视因果 善因得善果 乃至于说 你做一点点的善 将来也会得到善的果报 恶因一定会得恶果的 第五十句 在恶行未成熟以前 行恶的人 总以为自己干得天衣无缝 但等到恶行成熟的时候 行恶的人 便尝到不好的后果 这里我们千万要自己注意 这些英雄好汉 这些领导者 有时候 在做恶的时候 自己不知道 等到恶果现前的时候 发现来不及了 自己尝试的 所做的这个恶 就会收到恶的果报 学佛的人 应当度见反尾 一点点都不可以让它发生 虽然是微小的恶 都不行 第五十一句 杀身偷盗妄语和邪影 聪明的人 永远不会赞赏 这四种邪恶的事情 就是世界 五界里面的世界 第五十二句 杀谎 是罪恶的根源 因为常常欺骗别人 他是一个人生活在不好的环境 因为他骗习惯 杀谎的人 嘴巴的果报 会出现一种臭味 他所说的话 话语 不为人喜欢 而且受别人轻视 诸位 常常讲谎话的人 人家 有一天发现 这个人 讲话 从来不实在 到最后 不管他讲真实的 人家也不会相信他 所以为了将来 信用破产 就是人格破产 这即是师父的名言 信用破产 就是人格的破产 这个人 爱撒谎 就是人格破产 所以师父这一辈子 我只要承诺你 我就一定会做到 我能力 所不及的 我绝对不轻易承诺 我说得到 就一定做得到 这是我的人生 哲学的座右鸣 在这里再念一遍 五十二页 爱撒谎 是罪恶的根源 他是一个人 生活在不好的环境 因为他每天都在说谎 说谎的人 嘴巴会出现错位 他所说的话 不为人喜欢 因为大家都不想听 都知道他在骗人 所以执行是道场 而且受别人轻视 第五十三句 所有的众生 都渴求爱 都渴求安乐 为了求得自己的安乐 而以形状杀害众生的人 以后将不得安宁 用现在的意思就是 不要形状杀害众生 不要暴力相向 这样不好 啊 这样不好 再念一遍 五十三句 所有的众生 都渴求安乐 为了求得自己的安乐 而以形状杀害众生的人 以后不得安宁 第五十四句 不增结是富人的污垢 令色是施舍的污垢 所有坏的言行和意念 都成为今生和后世的污垢 解释一下 就是不守真操 不守增洁的富人 这是身体上的污垢 就是不增洁是富人的污垢 意思就是说 作为一个富人 要所富到 令色是施舍的污垢 你说这个人 令色 那么就是施舍的污垢 意思就是 肯不施的人 他就没有污垢 以形令色的人 他就是施舍的污垢 所有的坏的言行和意念 都成为今生和后世的污垢 污垢就是业力 就是业力 造了这个业 就一定要受果报 第五十五 贪爱 憎恨和愚痴 是心里的三大物购 你只要有这三样东西 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宁 就是贪生吃 杀害 众生 不应该得的 你把它偷窃 邪影 就是杀害 窃盗 就是偷窃 邪影 是身体的三大物购 挑拨离间 就是搬弄是非 讲粗话 爱撒谎 花言巧语 是语言的四大物购 念念一遍 贪爱 憎恨心 和愚痴 是心里的三大物购 杀害众生 盗窃 别人的财物 邪影 是身体的三大物购 挑拨离间 也就是搬弄是非 讲粗话 爱撒谎 花言巧语 讲不真实的话 这是语言的四大物购 也切修行人 不可染污 不应当如此 最后一句 五十六句 一个人作恶的时候 他的心智就有了误垢 一个人不作恶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清静 足恶莫作 众善要奉行 内心一定要清静 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清静与误垢 完全在你自己 因为万法为先 但看你的起心动念 别人帮不上忙 说别人可以帮我们 这种修行是错误的 乃至你要念佛求生机的世界 也是要看自己啊 是不是念佛念道 跟阿弥陀佛相应啊 五十六句 在念变 一个人作恶的时候 他的心智就有了误垢 一个人不作恶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清静 清静跟误垢 完全在你自己 修行 别人其实帮不上任何的忙 完全要看你自己 内心解脱跟束缚是你自己 清静跟误垢 还是你自己 别人帮不上忙 这个叫做自一之 法一之 墨一之 好 好 快六点了 那么 因为啊 师父呢 只有法供养 你们这么牺牲小我 来完成整个常驻法会的大我 师父很感动 你们出钱 又出力 出时间 又出空间 谈出你们 这几宝贵的生命 你们大家都在上班 或者是叫做家庭主妇 那面腾出这个时间空间 来帮助 常驻 三宝 师父呢 代表三宝 跟大家尊敬 各位尊敬的 父法即是大的 表示 由衷的感恩 感谢 你们所作所为 诸佛会赞叹 诸佛 会认同 你们所作所为 将来的果报 也是不可思议的 十方法界的诸佛 都会把功德 回向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心 跟佛陀的心 是一样的 来这里啊 做义工 能够听到正法 把自己的道德 生法 把自己的内心 污垢 弃除 自己拥有 高尚的人格 这个是多么 可喜的事情 从现在起 要做一个 没有是非的人 放下是非的人 没有对立的人 所说的话 符合佛意 任何的纷争 都会产生对立 任何的争执 都不能以正法相应 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 有不愉快的时候 应当用理性来解解 有不高兴 或意见相走的时候 要应当用智慧来解解 不吵 不闹 实在没办法解解 可以请师父 做最后的财夺 不过你们做得很好 到现在为止 很少能反映到 师父的身上 我看到 组长那个地方 就解决了 我们这个讲堂 成立了二十年 二十年 也相当久的历史 诸位已经能够 驾轻救手 师父很放心 把这些义工 把这些工作 交给各组的组长 各位义工 你们做得很好 师父赞叹你 敬佩你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开示就到此 那么后面的这个还没讲完 就等农历年 将来以后的姻缘 一句一句 因为总共一百九十二句 相当的长 你总不能呼伦吞吞的念完 这样也不受益 所以把它好好的解释 大家都能够受用 所以今天讲的通俗 上中下根器 都会受用 都会受用 好 好 诸位啊 请合掌 愿意开示佛法的功德 消灾法师 消灾在座 诸位 护法及时大德 回向本讲堂 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 拔度者 回向阳德离世 那股他一切亡灵 回向花莲佛心事 那股他一切亡灵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古 若有建文者 细发不敌心 坚持一报圣 同圣极乐国 愿神西方 净土中 上庭年花为父母 花开建佛 不无神 不退 菩萨为伴侣 好 最后谢谢大家 大家 十月二十五 咱们再见 努力为常住 为三宝 感谢大家 慈悲 你们做了两个多钟头 辛苦了 好 诸位请起立 向佛三问训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向师父一问训 好